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時覺得忍療會忍得很久 十多分鐘就要找廁所 前些才肥大 但每個男性到這麼少年紀 都會遇見的問題 增生這個情況原因不明 50歲左右大概有四成的男士 有這個問題 而60歲、70歲可能高達六、七成 前列腺是男士獨有的器官 隨著年齡增長 前列腺有機會增生 導致出現尿頻 甚至夜尿等等 作為女性 我們可能未必明白 男士所受的困擾 而男士可能會因為面子問題 都未必會告訴身邊的人 但我們可以細心留意一下 身邊的伴侶 爸爸或爺爺公公 如果他們經常要去洗手間 可能是患有前列腺肥大的警號 就算了 梁先生今年66歲 退休後 他已經開始覺得自己沒有年輕時 就算忍療的能力那麼好 所以就很怕去遠的地方 一來就怕車程場 沒有廁所自己會忍不住 二來怕在陌生地方 要周圍去找洗手間 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想著自己的情況 不是太過嚴重 所以一直都沒有去看醫生 做了兩年 小潤疾患就不是很覺得的 有時就覺得會忍療 會忍得很久 十幾分鐘就要找洗手間忍了 但又一次看西方感冒醫生 開了西方藥我吃 我才發覺有事了 就安排不了 肚穀穀的 不過你排五早 真的要去看 要去拆核的 很害怕的 如果膀胱滿的 肚穀得更厲害 醫生說他會穀到你的腎 會影響到你的腎 也有問題 梁先生的情況 可能不少的男士都遇過 根據公立醫院 新證數字統計 原來不少的病人 都是沒有為醫 在吃了兩類的藥物之後 導致去不了小便 要入院插尿後 踏入中年的男士們 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第一類是抗造精安 經常都會出現一些雙風咳藥 它會抑制膀胱收縮 前些先肥大的病人 就會覺得排尿有點困難 第二類叫做藝麻黃素 大部分止咳藥都含有藝麻黃素 有收鼻水的功效 不過同時 藝麻黃素都會影響神經線 令膀胱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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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在腦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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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及有排尿未清的感觉 有些病人还会出现尿频、夜尿 甚至是急迫性尿失禁的情况 令人挺困扰的 被尿外科医生陈雪言建议男士们 去到大概50岁左右 小便出现了问题 就应该及早去检查一下 不应该委屈的医 否则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男士经常都一个形象就是觉得 好像不需要看医生、没事、很熬 要上班、各样一千个原因 有时求诊的意欲是比较低的 很多时他可能会去到较后一些的地步 才会去见医生 这类病我们就需要放一条尿后 进去膀胱那里 将那些尿放出来 这些病人就会立即得到舒缓 确诊前烈线肥大的梁先生 要长期带着尿袋帮他排尿 令他觉得很不方便 幸好的是发现得早 没有影响到神功能 不过梁先生曾经出现过心率不正的情况 一直都要吃薄血丸 所以不是那么适合做传统的手术 大半年之前接受了激光撤除 前列线手术 病人流血不止的机会都会小一点 还没做手术之前 很多时候 很多事都要想 因为前列线很多 现在又说前列线癌 很多这些东西 很多这些 还没知道之前 所以都心怪怪的 很多事都 手术之后 梁先生的情况好了很多 去多远的地方 或者是搭长途车都不用怕了 以前好像水喉管一样 你越收越窄 那时不方便 扭来扭不着 你将它通翻阔 它是用扭装的 你便很舒服 什么人都 很舒服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一般来说 医生就会因应病情 决定患者适合食药 还是要做手术 去切除增生了的前列线 舒缓排尿的困难 常用的药物通常有两大类 一种就是我们叫做放松前列腺肌肉的药物 通常我们都觉得是首选 因为原因就是快见效 另一大类就是针对性压抑了胆生可尔蒙受体 引致前列腺就会慢慢缩绝 如果药物对病人的帮助不大 就可能需要接受外科手术了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用前列腺电切术 方法就是画微创内窥镜 沿着尿道一路一路进去 当然是麻醉了之后 去到前列腺的地方 我们新了这个电刀 其实是一个线圈 通了电之后 这个线圈就可以有切割的能力 将前列腺组织逐小地切成碎片 是 请进来 是 陈先生 喂 盐先生 你好 请坐 请坐 现在做完手术了 情形见如何 未做手术之前 小便很频 和一滴一滴滴出来 现在就很畅迅 在内地工作的盐先生 今年68岁 和普遍的男子一样 觉得小便困难的问题难以启齿 即使五六年之前 开始受到尿频和夜尿困扰 都一直不是那么好意思去提医生 试过我坐车回家 已经很急 但又找不到厕所 还没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已经失禁了 最矛盾就是 又怕小便会弄湿了三庫 又怕被人看到 直到2016年年尾 盐先生发现十分钟不够 就要去一次的洗手间 检查之后 发现腎臓的指数高达690 情况很危急 要尽快做手术去减压 和食药去调理 现在腎功能回复正常 盐先生就说 千万不要看小 去不了小便的严重性 因为前列腺塞了 会影响膀胱和肾臓 如果当自己觉得尿频 或者小便的量少了 或者什么 就应该要留意 早点去看医生 最严重的是 阻塞着膀胱的出口 接着造成急性 或者慢性尿柱流 再严重一点 膀胱里的水压 沿着输尿管 一直流到神床 造成神积水 影响到神功能 这些就是非常严重的情形 必须要尽早做手术 同样接受了 撤除前列腺手术的梁先生 这一天回到威尔斯医院做检查 评估回术后的表现 一起看看他现在的情况 梁先生 现在小便 有没有安不清的感觉 没有 现在很顺利 好 隔多久小便 两三个小便 很多人都忽略了 以为做完前列腺 一天干了 没问题 其实有时我们喝了某些的饮品 都会令到这个膀胱 明明没吵得好多小便 他就不断动 告诉你你很急小便 例如有些什么呢 咖啡 糖茶 檸檬茶 啤酒 那些都会令到膀胱 会急多了 和利尿 自己有没有经常都很喜欢喝茶 咖啡之类 咖啡我喝的 是吗 我每天都喝的 那你留意一下 如果喝了咖啡之后 会不会特别是比较频密 有这些下尿道症状 除了做评估 护士还会帮病人做一个尿速測试 急小便 可以来做一个尿流速的测试 不要摸着 等我一会儿按了手机 我离开你才要摸下去 好吗 正正地摸到中间的圆圈 可以了 好 你可以摸的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小便的分量有多少 和力度有多大 通常我们以15毫升每秒为之的一个标准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也要看看病人摸完之后 残余小便在膀胱里面有多少 残余小便 现在和你做一个超声波 看看有多少残余小便 摸得很好 摸得好 摸得很清晰 如果发现病人在小便之后 膀胱里面还有残余小便 这就代表膀胱功能 仍然是受到前列腺增生的影响 想改善前列腺问题 要留意一下生活上的小细节 下一节给你一些提示 杜sir是资深秘尿外科护士 他提议前列腺肥大患者 一定要做适量的运动 如果患者的年纪是大一点的话 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动就可以了 有些研究告诉你 只要那个男士 他每一个星期做150分钟的运动 至300分钟的运动 就可以有四分一的机会 减低前列腺引致的下尿路症状问题 假设每天做30分钟运动 令你有少少出汗 有些气喘 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部分前列腺癌患者 接受前列腺切除手术后 大概会有百分之一的病人 会有压力性尿失禁的情况 好像李文辉和黄鸿忠一样 手术后 偶尚都会有流尿的情况 在这一天 他们一起去公园 找杜sir学做运动 先做一些热身的运动 左手踏过来 拉住他 伸直左手 对 我们希望身体大部分的肌肉 或者可以做到拉松的情况 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 和平衡力都会好些 而原生 以下一系列的运动 可以改善尿频和处尿问题 就算不是前列腺癌的病人 又或者是没有做手术的人 都可以试试 首先这个提供动作 可以锻炼盘底肌肉 做这个运动 可以对压力性尿失禁有帮助 即说你咳两声 打两个压痴 会流尿出来 会有帮助 对你的尿频尿急 急迫性尿失禁 引不了尿 都会有帮助 好了 你左手摆到肛门附近 准备收缩 上 这样铺住 深掃十秒 记得肛门缩上去 不要闭气 全程要保持呼吸 好了 十秒之后 放 就为之一下 前列腺癌康复者李文辉 和黄鸿忠 虽然平时都有做开运动 不过他们觉得跟着做的 这两组的运动 也挺有挑战性 第一组动作是要用手 或者用橡筋带 和向外打开的膝头斗力 以十秒为一组 锻炼闭孔内肌 第二组 双脚情八字脚分开一点 大家可以在家里找枕头 或者用气球 放在膝头中间 然后夹住它 这个时候 就会觉得大腿内側的肌肉 会有一些绷紧的 我觉得这个运动也很适合 因为它的强度不是很大 至于夹拼球的动作 就比较吃力 但我觉得如果做完它 就更加会有效果 我又不能完全这么说 当然男性好像你 所以的确到上一年纪 都会切裂腺肥带 其实男性都有接近 类似近年期的情况 不过它是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它也是一个 男性荷尔蒙的变化 而切裂腺肥带 就是因为它真的切裂腺 是增生引致的问题 如果它是膀胱颈或是出口阻塞 这时膀胱会积传很多小便 于是膀胱就会增大了 与之同时 我们都会看到所谓神的积水 又或者当然一个很差的情况 如果真的去到一个神衰竭状况 病人可能会觉得很累 可能会甚至会 人不精神 甚至昏迷 切裂腺肥带 跟性功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当然,你说药物方面 如果药物干扰到男性可义蒙 有时会影响她的性功能 或者拼起功能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有一部分 如果做完手术之后 一些拼法症 有时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的性功能 所谓的蕃茄红素 有一些研究或文献 可能有些关系 就是蕃茄红素和前列腺的癌症 防止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茄红素其实是一些煮熟的蕃茄 还有剂量也挺高 所以不是吃一点的蕃茄 就会代表你有足够的蕃茄红素 听了这么多西医的见解 原来中医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我们的记者和中医谈过 他们有些方法可以舒缓前列腺肥大患者的不舒服 中医角度来说 并没有记载前列腺的疾病 但是从症状中辨证论治 分为不同阵营 如果是肝气屈结 则小便不通 疫情水较抑鬱 如果是神阳衰虚 则夜尿较多 如果是神阴虚 则小便较黄等等 中医师欧卓榮说 西医所指的各种原因 引起的尿珠瘤 好像是前列腺增生 会出现排尿困难 和夜尿情况 主要是和中医理论中的 甚至腺幼小 甚至严重一点会碰碰碰碰碰 或者是蛤不出的 如果从林郑来说的话 主要我们就是说 他小便比较频密 同时间也有机会出现 类似下尿度感染的症状 例如可能会去小便的时候 有些却烈的感觉 疼痛的感觉 甚至出现血尿等等 由于人体避尿系统主要是由肾脏处理 最常见的是当年纪越大 身体退化 就会有机会出现肾阳虚 又或者是肾阴虚 简单地概括就会说肾规 其实很多都市人压力大 然后饮食又不定时 又很夜睡 整天吃生冷东西 这些情况有机会都会影响到 我们肾的功能和肾的功能 除了外服中药去调理 众医一般都会透过针灸 加快舒缓男士的小便问题 阅位主要分布在背脊 小幅和触布 首先就会在小幅落针 我们会用到天书 令整个气机的长环可以畅顺 也会用到一个关元阅 关元阅其实是一个提气的作用 这个位置就是触三里阅 其实也可以提高我们身体脾胃的气 这里就是三阴胶穴 三阴胶其实本身是肛经 肾经和脾经三个交汇的地方 所以刺激这个穴位 同时就可以治疗到这三个臟的问题 我们针完前面的穴位的时候 也会选择背部有一个叫肾书的穴位 肾书的穴位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神气 如果患者是属于肾阳虚 又或者肾阴虚这两种虚症的话 就可以加入挨疚了 首先会将挨条放入挨盒 然后点着它 就可以放在背脊上面 接下来我会将挨盒放到腰部的位置 如果一会儿你觉得热的话 你要告诉我 假如家里没有挨盒的话 也不要紧要 我们可以就这样用挨条烧着它 在皮肤表面距离大约两至三厘米做烟熏 不过如果位置在背部的话 就可能要找人帮下手了 如果将我们针刺和挨疚的这两个治疗方式 合併一起做的话 是可以提高到那个疗效的 尤其是挨疚保释是一个温补的作用 可能有些人都会问 那为什么你不用挨针咎呢 那挨针咎的原理其实就是 针咎在一支针上面再加一粒挨柱 然后点着它 那因为在这个类型的病人来说 那我们除了针刺可以刺激到肾气之外 那在挨盒的挨疚范围里面 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广泛一点的 所以所温补的月位也相对多一点 如果想由食疗入手 前列腺肥大湿热症的患者 可以考虑煮一下冬瓜二米绿豆汤 冬瓜有清热滋润利尿的功效 二米能健脾抑胃 而绿豆也可以利水消肿 建议在煮之前 可以先浸下绿豆和二米两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煮得软一点了 这红里面 热症有用 比较乱越小时 闭agen 感谢观看